警方於今天上午11時22分 接獲一名34歲男子報案 此其68歲的父親 於今早行經深水埗宇州街桂林街交界時 被一名年約40歲的女子兜搭 其後跟隨對方到宇州街251號唐柳單位短墜 該女子突然搶走路翁一條價值約18,000元的金鏈後逃去 警方將案件列為搶劫案處理 暫時未有人被捕 記得按讚、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